关于心理学的渗透老师 如何看待教会培训 事奉方面 心理测试 人格测试 领导力测试 对现在比较流行 我们教会也测 但是我们教会是做参考 不会笃信不移 绝对的就定格这个人 因为人是相当复杂的存在 早晨我内在的这种 这个PH值的平衡的问题状态 和下午PH值状态不一样 心情也不一样 测出来结果也不一样 你多测几遍 你就发现结果差异很大 而且人呢 还有一种自我认知和理解的这种程度 在我测试的时候 我还预想到这种结果 我自己觉得我会这么认为 但是实际上 我们对自己认识 有很多是理想的那种认识 我觉得处理这个时候 我会去找到对方去和解 真的事情遇到的时候不一定 但是我添答卷的时候 我会选择我去和解 所以那个打卷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我测过 入神学院的时候测过 因为神学院怕我们是精神有毛病 测我们心理素质 另一方面我们 在教会这个同工会 修炼退休会的时候 就玩嘛 测了这个领导力 看看你的这个人格倾向 适合干什么 测了 有些东西对 因为它毕竟是数据嘛 无数的个案的分析 他也发现了一些规律 所以他也有一些相对的参考价值 虽然不是绝对的 他大概分析到你这个人格特征 适合做什么样的岗位 停准 停准 所以可以参考 但是别太迷信 他们测试了以后 他发现我这种人是属于研究型的 的确是 这种集中力 一旦集中一件事情 周边的所有的事情 声音都被屏蔽了 的确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人弱点是 他不可能同时做复杂的多样事情 但是他比较专注 坐在那一天做一件事情很专注 然后可能是特别理性 然后特别适合做教师或者校长 这方面好像是挺符合的 然后对未来有一些事情预测和预判能力特别强 的确说的很对 也就是说 他这个里面背后有一些庞大的这个调研的 所谓的归纳总结 发现了一些归类 一些规律 所以他预设了一些问题 当你这么答的时候 他推测你这种人的特征性格 所以有参考的价值 人格测试也是参考 但是不是绝对的 因为人太复杂了 心理的变化 有的时候某些方面很温柔 有些敏感的地方特别暴躁 你就不能说他是平常就是很温柔的人 心理测试等等 安排职员做合适的 对这个可以做参考 特别是为什么现在都做呢 社会越来越复杂 现在社会人心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精神疾病 一开始不知道 进入同事了 发现跟同事谁都关系出口 人格上我们所谓的人格上有缺陷 特别的古怪的性格 或者说后来爆发出精神上有毛病 所以这样的话公司就受损失 业务也受损失 团队也有危险 他们侧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是在一般N宠当中 发展出来的一种技术 某种具有所谓的做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人的一种方法 从什么这个心理学 从这个等等 有参考价值 但不是绝对的 特别是基督的恩典进入到人里面 有的时候人会发生一些 某一方面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 有一些是不变 性格急的就急 这个不太容易马上变成温柔 但是有些是因为过去扭曲的性格 信了福音后得到医治和释放 恢复 以前是内向不愿意说话 现在怎么变成这么愿意说话 以前就是开朗的 但是因为是扭曲压制 以至于他内向 好像内向 所以人可能会变 但是不是绝对的 但是要参考 相对的参考